大家一般家里的废旧洗衣机是怎么处理呢 其实像这种废旧的洗衣机电机 简单给它处理一下就能变成一台家用的发电机 特别是现在一到了夏天 电费是越用越多越用越贵 这种发电机的改装方法其实也是比较简单 这里先是把这个电机的外壳要给它拆卸出来 看过我视频的朋友应该都知道 这种电机的里面是有一个转子 这里我们拆完之后把这个转子给它取出 从视频中可以看到像这种电机上面的转子 它是带有这个线圈的 所以一般也有带有这个碳刷 现在我们从这个电机的背面 把它的碳刷给它拆卸下来 黑色的这个东西就是它的碳刷 拆完碳刷后再把外壳给它敲打一下 把它分离开来 中间的这个部位就是它的定子线圈 这个发电机想要发电 就是通过这个转子与线圈做切割运动 从而产生电流 但是发电的前提是需要有一个磁场 所以找来两块这样的磁铁片 给它放到这个定子里面 可以看到位置是刚好吻合的 但是还要给它打上一点热溶胶 这样才能更加牢固的固定 两边都要给它做出同样的处理 放上一根铁钉做一下试验 看起来磁性还是相当的不错 接下来就是把转子给它组装回外壳里面 盖上盖子后 用这个锤子给它敲敲敲 之前怎么拆出来的 现在怎么给它装回去就行了 装好之后就是要把电线给它接回去了 到这里这个发电机就已经能够正常发电了 这里用一个万用表来测试一下它的电压 可以看到在用手转棍子后 万用表是发生了反应 这就说明这个发电机 它用来发电是完全没问题的 接下来我们找来一个马达电机 这个电机来带动我们这个发电机的转子进行发电 再找来一个蓄电池 用这个蓄电池来驱动这个电机 但是这个发电机想要它带动一些大概率的电器 就还得给它装上一个逆变器 把逆变器的线路与发电机进行连接 然后打开开开关 接下来就是试电环节了 可以看到带动一些日常用电是完全没问题的 不知大家觉得这样一款发电机怎么样 如果你觉得还不错的话 可以用你发财的小手给小编给一个赞 也可以把你的看法在评论区发表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